孔子是中華文化最具代表性的象徵 經典名言有消無淚 更是深落在每一個人的心中 今天也是教師節 所以首先向全天下老師們先說一聲辛苦的 敬捷也謝謝大家 永樂出席我們台北市紀念大臣自身先師孔子 2570週年的誕辰四殿典禮 共同守護這2000多年來的儒家思想與文化 保存文化資產與精神 台北孔廟作為紀孔的四萬地點 到現在已經50年了 這是一個文化傳承跟人後風俗的賽體 今年更有舉辦紀孔 禮樂50週年的回顧展 也讓國內外貴賓、遊客都能夠體驗孔子思想的魅力 我個人的父親是小學老師 所以對老師也有特別的感情 也要謝謝我們台北市的各位老師 用心教學跟付出 讓台北市的教育成果有受到國內外的關注 過去兩年英國經濟學園雜誌在評比這個 每個城市的時候 在教育這一方項目 我們台北市都是拿到滿分 我們也在連續兩年拿到亞太區智慧城市的教育類的大獎 在各個城市的評比 在教育這一方面 我們台北市都是拿到第一名 所以這個要感謝所有老師的辛苦付出 當然還有家長的配合 最後我們要感謝分線官、培系官、理生跟選舉工作人員 今天的辛苦 我們以後會繼續努力 提升整個台北市的教育品質 讓我們的學生有更好的照顧跟資源 那最後祝大家身體健康、萬事如意 謝謝